中央政府始终高度重视 发挥香港 澳门的独特优势和特点 回归以来 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 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 国际贸易中心 国际航运中心 三大中心的地位没有变 而且得到了加强和巩固 澳门作为国际旅游休闲中心 仍然是享誉全球 确实这几年受各种因素影响 香港 澳门在发展当中 遇到那些困难 但是我认为 这还是仗势的困难 是发展中的困难 中央政府将全面准确 坚定不移的贯彻 一国两制反征 全力支持香港 澳门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全力支持香港 澳门 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全力支持香港 澳门 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 我相信 有祖国作为坚强互动 有一国两制制度保障 香港 澳门的作用和地位 只会加强 不会削弱 香港 澳门的明天 一定会更加美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澳门的作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澳门的作用